大家好 2023年10月20号了 礼拜三 马上就2024了 现在中国的经济啊 房地产呀 真的是赶上寒冬了 比这天气还要冷 雪上加霜 竟是在抛售的 价格大跌啊 各地各城市都在跌啊 看看啊 广东的惠州海景房的寒潮 五折 随意选 五折啊 打一半打对折 是吧 半匹了 15万啊 15万就可买入门级的房源了 可以上车了 对吧 15万那北京上海最贵的楼盘 差不多是吧 就这么贵 甚至有这比这更贵的啊 比如说了啊 这个 现在啊 广东惠州的跌幅 最高都跌到了90% 跌了90% 推窗建海 庇护听潮 哎 有一个北大的那个 一个诗人 安徽人 叫什么扎海生吧 这个这个 是吧 他那个名字 这得当诗人的名字叫什么呢 不叫学名也不叫义名叫什么 是吧 就叫海子 什么什么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是吧 哎 这个叫推窗建海 庇护听潮 哎 关上窗户 哎 能听见潮水 啊 涨潮 落潮啊 这样的海边 而惬意生活 是大城市的人们 在繁忙的生活之余 所梦想的 啊 梦寐以求的 因此 在深圳 有这样一个现象 周五下班以后 前往东部的公路上 排起了车队长龙 尽管如此 人们依然期待在海边 度过一个轻松的周末 因为海滨的资源有限 外溢的效应 外溢的需求 让惠州东部的海滨小城 惠东县也繁荣起来 惠东县距离深圳的罗湖区 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海岸线上分布着 这个转廖弯 双月弯 十里银滩 亚婆角等 多个著名的海滨风景区 官方数据显示 在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 惠东县滨海片区 接待了67万名游客 67万不算少了 这个节日期间 因海滨区域游客很多 较多 惠东县的旅游局 还曾劝导游客 错峰出行 前往惠东的其他景点 丰富的海滨资源 也吸引了不少 开发商的到来 比如说碧桂园呀 金融街 河政 富丽 万科 星河 等房企开发的大型综合旅游楼盘项目 在海岸线上 一次排开 一次排开 惠东县的海景房 可谓是宏极一时 2011年 这话说的12年前 这个碧桂园 十里银摊 首次开盘 当天就卖了多少 当天啊 开盘当天 四千套 不少人 不少人不惜花费百万元 购置海景房 以期准备着想着在炎炎夏日带上一家人去度假 亦或是在将来用于养老 再不济也能租出去 不过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身在城市的人们工作繁忙 一年能去住几次呢 另外海边的潮湿真的适合养老吗 房子一个月的租金真的能达到那么高吗 购房者买房时或许没有考虑那么多 只有等到卖房时才感觉到心酸 如今在惠东海边 不到15万就可以购买一套住宅 二手房打折卖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而真正想要卖出去 五折似乎已经是标配 除了把价格降到位 卖房还要花点心思 有的房产中介为了帮业主卖房 直接在阳台上拉起红色的横幅 明确写着业主 购买海警房的人们 惠州的海警资源较丰富 大亚湾黄金海岸有着东方夏威夷的称号 这个转料湾则被称为中国的马尔代夫 再加上距离深圳较劲相对相比深圳的高房价 单价一万一平左右的海警房 自然就有了市场 为什么来惠州呢 因为深圳房价太贵了呀 那时候深圳的房子一个平方米也要三四万了呀 惠州的海警房只要一万左右啊 王芳是惠东海边的一名房产中介 2015年底因为买不起深圳的住宅 他来到了惠州 以九千元一平米的价格 买下了一套海警房 如今王芳一家已经在惠州海边生活了八年 车牌依然还是深圳的 像王芳这样 长期在惠州海边生活的人并不多 他表示不少人是买来度假的 或者是给老人养老的 购房人群中深圳人较多 从现在的购房群体来看 香港人也是惠州海警房的主要客源 今年通关以后 交通也更加便捷 这个开发商特意增加了楼八专线 香港人从福田口岸 罗湖口岸 连堂口岸过关之后 就可以乘坐楼八 沿着海岸线一个半小时就能直达惠州东部的海警房 坐巴士过来的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深圳的业主几乎都是开车来的 一名房产销售对记者说 疫情期间减少了半次 今年通关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早上八点至晚上九点 几乎每个小时都有一班车 哎呦 是吧 早上六点 六点到晚上九点 那就是六点到二十一点 十五个小时 然后老有车 带着那些香港人过来看房 工作日的中午 记者从深圳罗湖乘坐楼八 就是这个啊 这个这个售楼处的这个巴士 开发商的巴士 连堂口岸上车的人较多 大多为说着粤语的老年人 我之前来过 今天带他来看看 走访期间 记者就遇到就遇到一对 从香港来的老年夫妇 因为他们的朋友早年在惠州海边 买了海景房 这次前来 急是专程看楼的 从当前在售的新房项目来看 碧桂园 十里银滩片区 维港湾项目 一线海景房已经卖完了 在卖的 现在在卖的是二线海景房 靠山 县房交付 均价为七千 例如一套在售的 这个八十平米的二线海景房 可以看到海 就是远一点啊 总价五十三万 单价都没有七千了 单价是六六二五 六千六百二十五元 每平米 现在开发商促销 搞活动 还可以免费送一套 家私 家私就是广东那边 香港 就是家具 送一套家具 房产销售称 2018年首次开盘时 维港湾一线的海景房的均价 在一万六美平米 二线海景房的开盘价 在一点二五万 一万二千五 一美平 相比之下 如今的二线海景房的价格 已经大跌 现在都跌了 全国都跌了 北上广深 是吧 加上就是几乎所有的地方吧 没办法 是吧 经济不好 而且房地产确实是泡沫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